宁兴场馆还是没法考虑到说我要满足训练 满足比赛 然后还要满足这个官赛的这个需要 我们来观众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 南洋模范中学这边的队长宁兴建 15号唐步凡 9号胡一阳 11号吴泽号 13号张川号 这与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完全一致 上海交代附中的首发阵容 24号韩宗臣 11号张宇航 23号沈俊玲 13号周真叶 以及18号朱子强 在首发阵容与上海场比赛 他们有一个小的变动 上海场首发的周序今天坐在替补齐 沈俊玲首发 跳球的是唐步凡与朱子强 双方的内线球员 朱子强一米93的身高 比唐步凡矮了10公分 远顿能看到二层看台上 站着很多人 这个我估计 小球员的家长 也有不少到场观战 那边还是不知道组织后卫接球 小篮下 三人夹击 林子音 林子音踢场也是打得很出色 替补出场9分7助攻 看板球 这也是今天养职学校加在一起扔进的第一个三分 好球 这球上的好 上球很快 但这边偷阿富退的也不错 这就是升高 真正推起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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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龙 这是能力 第一节的净时间不到一分钟了 反击三分又是伍德浩 伍德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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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打伍线三分 滑框而过 看板球弹到外围 伍德浩 有来了 直杀篮下再造杀伤 走上滑桑线的伍德浩 就是现在南洋模范中学的头号球星 拿着这球上来 要防张川浩 这也行 对 骑着防守上 带的多了 确实就是都进入阵地攻坚 失误了 4秒 3秒 还能再打一次吗 厉害 这就是超强的个人能力 半场已经拿到21分了 这球算上是21分吧 对 这一下不聪明 客观来说 今天最难摸这个机会 比上一场好很多 嗯 质量不错 漂亮 这一下其实焦大副换的已经够快了 但是吴泽昊就是看不转了 短击吴泽昊 这球走步了吧 南波这个时候看看 是不是要把球给吴泽昊来处理 还是要打到自己头号球星手里 来了 又进来了 你杀 二加一 说来就来 而且人家还真能打进 吴泽昊已经26分了 再看这个 过前场防守 然后一条龙 又一个二加一 两次南波上分都是靠着 确实比较的伤 但是南波有经验 他抓的就是这个心理 又来了 出外线又是一个三分吧 回到十一分球分差 你来 哎呦 整理 吴泽昊现在已经拿了三十三分 全队才66分啊 这球给了 整队 您看啊 嗯 如果说您带的球队在第四节的时候领先十分 对手呢又是明知比自己强的球队 这时候您会要求队员去做哪些重点的工作 那角度考虑了 我们就会有这个实力的时间 你看看 最后一球 哦 连续两次失误 网络号 2加1吗 轻松 没怎么打 哎 这是因为自己失误 所以就地退防 打到吴泽昊的手里 这后就是压不下来 吴泽昊已经40分了 40分五篮板五场段 这很关键 吐得很正 吴泽昊拿回来 牵球 内线有机会 铁有点慢 还是大剑 没问题 场边是不是有球员受伤吗 吴泽昊 不会吧 那这是吃面打击 等一下 这是 这个镜头看不清楚伤在哪儿 自己慢慢地站起来 还行 还行 事业也没事 让教练组挥手事业没问题 5123 来得吴泽昊 吴泽昊 他这招是真好用的 很小心 是在场上去帮着压节奏的人 又来了 再来 这一招啊 春花蝴蝶 效果不好 南坡的机会 又来了 再来 连拿6分呢 还是有机会 54.4秒 凌晨 急停跳投 抢一个 南坡 南坡 回来得再防 南坡这边肯定是要压一下了 肯定是要压一下了 登堂掩护要3分 哇 五四号 就是这么有信心啊 这个三分球啊 几乎要杀死比赛了 整个下半场 南坡同学都处于一个追赶者的角色 但是吴泽浩 太厉害了 你挡拆就出了半个身位 毫顾有语 眼雾全部防换人 这个统计 我还说统计出问题说怎么才20分 你看脚写本节 这一节拿了20分 压一下 压击 防止了 6秒5秒 3分好了 逞双方 哎呀 可惜 可惜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100比96 南坡同学还是顶住压力 最后时刻反